而今天的长春元气馆我们要告诉您 中药材茯苓具有调整体质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传说是慈禧太后最爱的长寿补益药材 不过医生也提醒了糖尿病的患者 因为茯苓还有多糖体 所以最好还是在医生的处方迁膝下 小心使用 号称慈禧太后最爱的中药材茯苓到底有多珍贵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徒劳过度 如果不注意控制饮食保养自己 身体就容易气虚 如果服用茯苓不只能调整体质 还能增强抵抗力 茯苓是中药里面的补气药 它领床上有健脾滋养的作用 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利丝 就是利尿的作用 医生指出茯苓有利尿镇静 增强心血管消化系统和抗肿瘤的作用 不过虽然药性温和不容易发生副作用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安心食用 但是还是得根据体质服用 茯苓里面有多糖类 所以除了说它剂量很大 那怕影响到血糖的部分 建议糖尿病的患者 最好在医生处方下使用 而民众平常食用 可以在药膳内加入红枣 人参区都可以补气 或是直接食用含有茯苓的四菌子汤 也是不错的选择 更多的资讯请参考台湿网站 记者蔡政胡乡三TV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